今天我们到曼哈顿看一个艺术展 是一个日本艺术家的作品 一进门就是这样一个有点像昆虫巢学一样的作品 全是这种白颜色的线编织起来的洞穴 里边有很多旧书的纸张 再往里边走就是这样一个红颜色的线编织的艺术品 个人觉得有点恐怖 红颜色的像雪上面编织的那些东西 看上去跟什么肋脏一样的 像是在滴血的肋脏 还是之前这个白颜色的艺术品看上去舒服多了 虽然有点像蜘蛛的巢学 再往里边走 这又是一个用黑颜色的线包裹起来的婚纱吧 又给人一种莫名的很恐怖的感觉 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全是这种风格 这三个框框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用红颜色的线绕出来的 这个展览里面还有少量几件雕塑作品 也是以线条为主 其他的作品基本都是这样子 用线绕出来的 里面放的有书放的有笔记 或者是照片 这个艺术展的主题是Science of Life 他的这些作品给人一种思想记忆 被束缚的感觉 至于作者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真的不是很清楚 网上应该有相关的信息可以查询 我不太喜欢这种红颜色的线条组成的艺术品 给人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压抑的感觉 这幅画也全都是红颜色的线 勾成的 密集恐惧症的人不要看 也是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 这还有两幅都是类似的 看了半天还是觉得第一件作品 相对来说 给人的精神压力没有那么的大